大家好,歡迎收看《創科KOL》,我是朱美瑜 創科界有不少人打算趁年輕創業,博盡無悔 亦有些人打算儲舊工作經驗,十年、二十年、三十年 就足夠財力、足夠人脈 但今天我們請來的嘉賓Jordan 他在九歲的時候已經創立了自己的自家編程平台 今天很高興請來Jordan和大家分享他的創業理念 Jordan,歡迎你 可以簡單說說你們公司Pedosa Group的營運模式的行業模式 可以和大家簡單說說 其實Pedosa Group已經是我比較後期成立的一間公司 說回我第一間start-up 我成立的時候是剛剛提到的編程的教育平台 就在一一年的時候 那時候我大概九歲左右 那時候一個九歲的小朋友 我不是說有什麼好要、賺很多大錢、有什麼商業模式 純粹就是我已經有一個想法 就是在我過去學習編程的時候 我就面對一些問題 我很希望能夠透過我自己的能力 去改善這個科技學習的情況 這就引申到我成立了我第一間start-up Glumet 非謀利的網上學習平台的一個想法 後來我們都不斷發展我其他方面的科技、數碼媒體方面 後來也成立了幾間公司 collectively 我們叫做Pedosa Group的一間公司 知道Pedosa Group分為Innovation和Video Group的幾方面 可以簡單講講兩者有什麼不同的業務發展 我想我一直以來最主要發展的都是一些科技相關的業務 包括我們也開發了幾項專利技術 就環繞著一個我們叫物聯網 一個智慧城市的一個基礎建設的一個想法 我們最主要希望就是想可以將這些那麼多的新的技術 能夠落地帶到不同的機構 甚至個人都能夠用到這些新的技術 去做到一些新的我們叫Ecosystem的產品 去解決它們的問題 那是什麼類型的產品或者服務 最主要我們有幾個組成的部分 第一件事我們有一些新的Integration的平台 令到任何人不需要有很專業的一些科技知識 都能夠透過我們的平台開發到一些基於雲端的一些系統 包括可能是牽涉到硬件的 牽涉到軟件的接頭 還有一個雲端的分析和儲存空間 都能夠透過一個平台去開發完成一個生態系統 這個就是我們最主要的 這個也可以應用在不同的方面 包括在農業工業 甚至在教育的行業 實際上我們都有將我們一個平台的一個縮小的版本 帶到校園裏面的 亦都和一些中小學幼稚園有合作 去推薦你的System Education Program 我想最主要整個的概念就是 希望將這些科技落到地 真的無論是教育工作也好 真的去business的工作或者一常生活 都能夠應用得到 想問問農業工業方面是怎樣應用呢 比較好奇 其實在一些我們新的看法 例如物聯網 或是一些新的技術來講 我們很著重的是怎樣能夠將一些數據 好好地運動 例如我去做一個農業的環境的時候 有很多數據我們需要去收集得到的 而收集得到我不是純粹擺在那裡 我要去分析之後再take action 我要去做一些新的事情 過去我們可能要建立一個這樣的系統 需要龐大的一個資源 因為亦都牽涉到很多不同的雲端架構 資料庫架構 亦都牽涉到很多硬件 軟件 我們的技術希望能夠將這三者結合 形成一個生態體系 能夠透過一站式地 能夠去做到硬件 軟件和雲端的開發 那主要的市場是哪些呢 主要的市場其實有兩大方面 第一是剛剛我們提到的一些 commercial industrial 的 user 另一方面就是 education 的 user 兩方面其實是一個很不同的範疇 但我們都很希望能夠兩邊都接觸得到 希望我們是maximize我們的 impact 主要是香港市場為主 還是海外都會有一些 香港比較多一些 一些機構我們有合作 一些大機構有 細機構有 教育的機構都有 海外都有一些 但不是很 prominent 明白 這支的時間差不多 下一支我們再談其他的話題